2023宜蘭國際潮流文化藝術季 1435號在中興文化倡議園區熱鬧舉行 主要能看到青春國立的捷舞表演和刺激的滑板競賽 今年還特地擴展放眼世界 策展人是邀請了頂尖時裝設計師 還有國寶工藝家 以女力原民文化科技 打造潮流文化科技時尚秀 而現場玩外頭還有市集 好吃又好玩 隨手一番放出大招熱力四射的街舞 跳出潮沙態度 2023宜蘭國際潮流文化藝術季 這回特別擴展放眼世界 14號在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熱鬧登場 更刺激的還有 潮上年紀無所畏懼 各個摩拳擦掌滑出自我 縣服除了舉辦校技聯合舞展 還有超熱血的極限滑板競賽 現場還能發現許多外國朋友圍觀 響應活動 而想要接軌國際 肯定少不了用時尚說話 好 謝謝大漫的看向右邊 模特兒一次排開 身上工藝服飾結合原住民文化 驗證時尚可以跨越 種族 性別 年齡和語言 這場潮流文化科技時尚秀 也讓宜蘭縣長也華麗變身 這次的時裝秀的策劃最主要的有幾個重點 一個是宜蘭這邊在地的圓民文化以及女力 那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如何把5G的科技引進到這個時裝 時裝領域裡面來 策展人特地邀請頂階時裝設計師與國報 工藝家洗手打造的特色服飾 讓縣長讚不絕口時尚又端莊 來到另一頭還有市集好吃又好玩 讓你從早逛到晚精彩不間斷 15號還將舉辦國際捷舞大賽 來自世界的頂尖高手郭招手各界矚目 一定要來看看不一樣的宜蘭 記者林明晉鴻方生宜蘭報導